各位 Epic年终大促啊 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了 期间呢 一直也都在送游戏 要连续送半个月 昨天则是送出了死亡搁浅 本来是好事啊 结果还闹出了临时工的事件 一开始送了是死亡搁浅的导演剪辑板 这很多朋友可能手上都还没有啊 就说哎呦给力了 这开玩笑 我也要把世界重新连接起来啊 赶紧去领 甚至还导致了前端服务器崩溃 同时登陆的人太多了 挂掉了 那结果修复之后呢 大家发现 哎不对呀 修复前送导演剪辑板 修复完了之后 怎么送出的死亡搁浅 成了普通版呀 这一时间就闹得沸沸扬扬 不久之后 Epic方面也发出了公告 原来啊 是Epic方面操作失误 原计划说跟这个发行商之间的协议 要送的就是普通版 是Epic方面的这个员工呢 要不然是临时工 要不然怎么着 是吧 弄错了 结果给送成了导演剪辑板 目前呢 是已经领了导演剪辑板的 你只要还没把它下载安装好 也会变成普通版 那没有领的 就更是只有普通版可以领了 这就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啊 本来送游戏呢 是好心办坏事啊 是好事嘛 结果呢 因为这么一个操作的失误 好心办了坏事 反而是起了好效果 虽然通常来说啊 在西方有一句愿语 就是送你的马 你就别数牙齿多不多了 是吧 我最近看一本书啊 四万万顾客里边 就讲到这个烟语 结果实际上呢 真不是 别说是免费的 不要钱的我就不挑 那不要钱的 我更得挑啊 朋友们 是吧 所以啊 很多人不满意 不过我倒是没有领 为什么呢 说来有意思啊 我本人虽然在Epic上面掏腰包 自己购买的游戏不算太多 但偏偏其中就有这个死亡搁浅的普通版 而且买了之后呢 基本上没玩过 不是说闲的钱多啊 是因为买了之后啊 本来是想在PC 当时我用的一个3060的笔记本啊 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 我呢 是想在PC上面重新体验一下 当时我记得3060的笔记本 可以2K拉满跑 然后可能要开DRSS啊 开不开记不得了 反正2K拉满跑 没问题嘛 就想OK 那我再体验一下啊 乐一乐啊 结果呢 买了没多久 PS5出了导简版 我又花钱 把我的这个PS4版本 生成了PS5的导简版之后啊 我就在这个PS5上 又重新玩了一下 我记得还做过节目聊过 对吧 就我后来这个PC版 就几乎没怎么玩 就一直放在这个库中 除此之外呢 我还在Epic上面买了 大标客2 决体绝命都市 福尔摩斯的几款作品 加上几个小体量的游戏 还有可纳 灵魂之桥 除此之外 我在Epic上面买的游戏 真的是不太多 可是有意思是 虽然我没有买多少游戏 但是Epic一直坚持送游戏 我也没有每个都领 我是想起来了 就去领一下 饶是如此啊 我Epic库中的游戏 说起来 也有好几十个 这真是非常夸张啊 但是呢 在这个随着我的游戏 越领越多啊 我却发现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情况 那就是长久以来 我是作为一个主机优先的玩家 大家都清楚 就是我 不仅是优先去玩主机 而且同一个游戏呢 因为我长期以来PC都不怎么着嘛 所以同一个游戏 甚至有些游戏 比如说三国志这种 或者说像海盗大亨这种 我都会买主机版本来玩 因为我那时候的PC真的是很糟糕 我一直用Mac做视频 我根本就一直没有一个能玩游戏的Windows的PC 但是呢 所以我长期以来是一个主机优先的玩家 不过从今年开始啊 因为我的PC配置渐渐还OK起来之后呢 我就变得PC优先了 我可能更多的时间是拿PC作为我的主力游戏的平台 同一个游戏我也会优先选择PC版本 可是有意思是什么 就是在我并不以PC为主力游戏平台的时候 我反而常常在Epic Store上面玩一些游戏 而随着PC占据了我的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多 我却基本上只在Steam上面玩XGP四支 而Epic却几乎不会使用 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思考之后我得到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对我而言呢 Epic Store更像一个商店 而且是一个商品不太齐全的商店 但Steam却更像一个提供了各种服务的聚合之平台 Epic上面当然有一些拳头产品 包括一些限时独占的作品 那同样的游戏呢 在大醋的时候因为可以叠加券 Epic上面买也更便宜一些 但是Epic死到问题也非常明显 整体游戏数量不足 也缺少一些必要之功能 而Steam则不仅提供的游戏数量更多 尤其是大量的独立游戏 尤其是那种真正独立发行的独立游戏 在Steam上面会非常多 而Epic上面几乎没有 对吧 并且Steam还提供了非常完整的云服务的功能 虽然Epic也有 但是我觉得Epic的云存档存起来 不如Steam使用起来直观方便 那此外Steam还有提供社区功能 市场啊 更好的评价系统 创意工坊 串流等一系列功能 使用起来综合体验 确实是更好 所以当我并不以PC为主力游戏平台的时候呢 反正是抱着随便玩一玩的心态 那Epic价格便宜 还经常送游戏 然后我也不把它作为主力平台 所以我反而会经常用一用 但真正我以PC作为自己主力游戏平台的时候 尤其是我经常还要用这个Win掌机来玩的时候 要切换 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非常便捷的云游戏和串流服务的时候啊 又或者我经常需要浏览商店评价 作为我是否购买这个游戏的参考依据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我根本也不是为了买 也不是为了玩 就是喜欢逛一逛 就跟大半夜很多人喜欢逛淘宝 也不是真是要下台买什么东西一样 我经常喜欢在Steam的商店里面晃来晃去 就是观察一下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怎么怎么着的 图一个心理舒爽的时候 我就越发发现Steam明显要更好用 所以我反而渐渐开始不太用Epic了 这几乎是一个悖论呢 就是当你并不怎么用PC玩游戏的时候 什么用起来都差不多 所以我反而经常用Epic 而我开始越来越多用PC玩游戏的时候 我会更注重这个客户端或者商店的整体体验的时候 我反而开始不用Epic了 那我个人的体验来说 Epic的综合体验实际上真不算是太优秀 那么我也在想啊 这是否是我以偏概全 这个是不是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还是一个普遍认知呢 所以我当然也就问了问身边的朋友啊 同时我也在Reddit这一类的论坛里边 蹲点观察了一下 发现似乎我这样的感受啊 绝非是个别的现象 大致不满Epic的主要原因是几个吧 我看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评价的 第一个就是它的评价的功能非常的简陋 当你需要 如果你明确的知道这一款游戏 是你想要购买的游戏的时候 或者你经常泡论坛 或者你经常在Metacritic上面逛来逛去的人 或许OK 这种简陋的Epic 当然其实XGP的 或者Win10商店的那个评价功能 也很简陋啊 那么总之这种简陋的评价功能 可能对你来说并不太影响你的体验 因为你获取游戏好坏 或者游戏评价的渠道 并不在这个商店本身 对吧 如果你真的经常逛商店 同时你商店中的评价 作为你的重要参考依据的时候 Epic所能提供的参考依据 非常的有限 而Steam在这方面要丰富的多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Epic严重缺乏基础的设施 社区功能 虽然我本人 第一个我们国内访问社区啊 需要有上一些手段啊 要不要列 要不然列点轻功呢 要不然赚扬那样的 同时我自个儿也几乎不怎么用社区的功能 可是 有 还是重要的 需要这个功能的人 也很多 对吧 而Epic的社区功能 严重缺失啊 只有一些最基本的简单的功能 比Steam方面要差很多 第三个呢 就是很多人反映 Epic的APP不太稳定 作为一个application啊 除这个你提供强大的功能 当然是重要的 可是稳定性也很重要 动不动就崩溃啊 或者动不动就出现一些各色各样 不明所以的问题 实际上是颇为影响人体验的 那其实Steam也不敢说稳弱磐石 其实Steam也会常常出一些问题 但是啊 大家可能一则比较熟悉 二则这些问题的成因 有的时候我们会区分来看 是网络的问题啊 还是这个APP本身的问题啊 可能还是要区分开来看 那Epic呢 也没有大的问题 但我个人 因为我长期是使用Windows账户 来登录Epic 我在使用的过程中 常常发现就是要求反复登录啊 我不知道是网络的问题 或者刷不出来啊 或者崩啊 这种情况是有 其实也没那么多 越来越好 但是确实是相对稳定性差一些 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反映 云服务不太稳定啊 实际上我并没有怎么使用过 Epic的云服务 因为我游戏也不那么多嘛 再加上Epic在掌机上操作的时候啊 点一点的时候极为不变 所以我也几乎不怎么用 那我就只有这个主力PC 会用Epic的时候 倒也是云服务不那么重要 但是我看到也有类似的评价 认为它的云服务还不够稳定 还有相当多的国外玩家 鉴于Epic之前的种种 对于数据安全表示担忧 但是这点对我而言啊 也不看重 或者说也没有办法看重 因为作为一个水电费都在网上 水电煤气啊 生活的各种缴费或者购物 都在网上的人 我坚定的相信 我对于这些掌握数据的人而言 我根本是个数字透明人 早也就不在乎了 或者说想要在乎也在乎不起来了 就光这个每天接到的各种骚扰电话 都数不甚数啊 就大家知道吗 现在这种骚扰电话 已经到什么离谱的程度 就是你的电话根本就长期 只能打在误扰里面 如果你只要把误扰关掉 你一天可能能接五十一百个电话 那这些电话就是 要么就是广告 要么就是诈骗 要么是诈骗加广告 反正就是 就真正找你 根本没有人打电话给你 因为大家就通过微信啊 或者什么去找你 所以现在接到的电话 除了偶尔是快递员 或者你喊一外卖 这个时候我只好把误扰给关掉 然后保证能接到电话 除此之外 我电话就长期误扰 根本没有正常的电话找我 全部都是乱举巴道 而我的信息早也被透露的一塌糊涂 所以这根本就没什么好说的 林丝我完全不在乎 我估计咱们国内很多玩家 跟我都是差不多的情况 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总之啊 这个也有人反映啊 说他的数据安全不放心 所以不怎么用的 那可是呢 说了epic这么半天的不好啊 表达了些许的不满 但是我仍然希望epic 可以更加一把劲 因为对玩家 或者说对用户而言 竞争 激烈的竞争 永远是好的 玩家是能够通过厂商之间的竞争的竞争获利的 越是激烈 获利越多 如果不是因为epic 要跟steam做如此激烈之竞争 epic怎么可能送这么多游戏给你啊 这个是脑子不好吗 那steam如果不是因为epic 或者其他一些平台 多少给了他一些压力 他就为什么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下调一些抽成呢 对吧 所以其实竞争 对于用户而言 无论你是一个游戏玩家 还是你是一个卖游戏的 游戏开发商 发行商 那么其实有竞争 永远是好事 所以epic当然是也带来了 这样的一种竞争吧 我觉得它是整体存在 它是正面的 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这个花钱 搞独占或者送游戏的同时 你的竞争也应该是全方位的吧 应该要从app本身的功能和体验上 要有所加强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因为你通过送游戏 或者搞现实独占 虽然确实可以一些吸引一些新用户 进入到epic的平台之上 但想要他们留下来 仅仅靠送东西 是不够的 还是要做好内功 epic在这方面 我觉得也许把它作为明年 应该要加强的重中之重 或许是一个好的方向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和大家分享 好 这个话题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吧 这两天还是感觉到非常的疲惫啊 这种疲惫就是坐在这说话啊 都感觉中期有点不足事 但是好歹啊 头脑很清醒啊 或者说头脑从来没有清醒过 所以也没有区别 到底是哪种我也不知道 总之呢 就是啊 状态也还好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 反倒是朋友们啊 要注意身体呢 这个一个是啊 这个做好防护啊 一个呢 就是也别光是说 咱们就考虑一个新冠的问题了 现在天哪 也冷啊 这个输就寒天之际 你也做好保暖啊 感冒啊 什么的都很难受的 对吧 所以啊 大家注意身体 好 那就说这么多吧 接下来广告时间呢 淘宝店 各种有趣的收费节目啊 游戏类的 非游戏类的 风简游人呢 其实 陆陆续续 这么多收费节目啊 也涵盖不少类型 不少主题了 我自认也算是琳琅满目啊 大家如果B站的节目 听着满意 又感觉不够听的 就可以考虑 在这个淘宝上 买一些有趣的收费节目 一则解解闷 二则哥们儿 我也靠去吃饭 是吧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谢谢大家支持 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咱们下期再见